接着是农业消息 县政府农业初下午是特别召开了110年 花莲县第五届精品咖啡评鉴签筹备会 今年度首创分有机咖啡与一般咖啡分组评鉴 会中特别针对了参赛报名方法 以及SCA生豆物理筛选标准等等先行叫站守则 让农民能够迅速掌握评鉴前的准备 110年度花莲县精品咖啡评鉴比赛即将在10月份登场 县政府农业处今年下午特别邀请了咖啡农 在瑞穗农会同志员召开筹备会 业务承办县政府农业处农产运销科科长郭世强 指出今年首度分组办例 那我们今年的咖啡评鉴跟往年比较不一样的就是 我们今年的评鉴分为两组 一个是有机咖啡组跟一个是一般咖啡组 花莲县咖啡摘种面积约有75公顷 而有机咖啡的耕作面积就超过50% 尤其通过有机农业验证 咖啡农户更有94户为全台湾之首 因此这一次特别以有机咖啡组 和一般咖啡组来分组评鉴 促进推广在地有机农产咖啡的发展 另外县政府也贴心利用筹备会的举办 就评鉴参赛报名方法 及SCA生斗物理筛选标准等等先行叫占首则 让参赛农民能迅速精准掌握评鉴钱的准备 我遇到问题说到底怎么挑逗 这个要不要挑 不挑会怎样 这个到底有没有问题 可是常常在比赛准备的时候会遇到 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整个评鉴的工作稍微延后了一下 那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全国赛今年是停止办理的 可是为了持续辅导我们花莲县的精品咖啡产业的发展 我们今年还是继续办理地方赛 第五届花莲精品咖啡评鉴比赛 从即日起到9月30号报名截止 10月6号起一连两天 在花莲县政府绞交参赛声斗后 接着在10月12号样品烘焙 并且在10月13、14号两天来进行杯测评鉴 除了评鉴比赛 在县政府农业处农产运销科长郭世强 进一步指出 县政府也将同步规划 办理一系列的咖啡讲习训练 推广并提升咖啡农生产管理技术与知识 同时也将会在11月份进行花莲精品咖啡品牌的展售行销 记者石玉兰瑞瑞瑞采访报道